字幕作曲 李宗盛 上一盆植物種得漂亮和貌性一點 除了每天要淋水之外 偶爾也要撕肥 跟頭部的頭髮一樣 偶爾也要撕肥 頭髮可以撕什麼 頭部可以加入精華和髮膜 可以保護頭皮和頭髮 首先介紹這個York Fit Your Moisture 這個可以一星期用兩三次 連頭皮都可以用 市面上很少護髮成份可以在頭皮上使用 因為它會令你長頭髮 或是敏 或是令髮根會掉下來 但這個就不會了 它有熱物的成份 比如敏感肌膚、頭髮的人士都可以用 裡面加入了野生、玫瑰果油、檀香、玫瑰花、燕蜜、薯尾草等等 你可以洗完頭之後 拿一些全頭髮、頭髮、頭皮一起按摩 大概五分鐘左右才過水 頭髮就會很順滑 還有可以保護一些 譬如你染了、剛剛掉完頭髮 甚至是比較乾乾的頭髮 都會用 這個打開的時候 你看到是黃黃的 因為裡面有一個很重的耳脈成份 不如適合一些敏感頭皮的肌膚 或者真的比較容易皮膚敏感的人 這個都可以用到 每個月都可以用這個FIT YOUR YOUNG的精華 一個星期可以用一次 我很喜歡用這個精華 之前 我想早兩個星期很乾 連頭皮都很乾 很癢 經常都在那裡拋頭 又有頭瘡這個問題 我說不管了 都是拿來試試 拿了兩三 DROP 全頭皮按摩 加上頭髮按摩 然後我就把膠袋套 大約三個字至四個字左右 再沖水 再洗頭 用FIT YOUR VOLUME 一個星期都不用 連頭瘡 頭部敏感的問題 連頭痕的問題都改善 如果真的會容易 頭部敏感 痕 甚至有頭皮的問題 其實要針對頭皮肌膚 可以試試這兩種產品 適合頭皮使用 而這個FIT YOUR VOLUME 有甜橙油 有牛油果 有伊蘭 可以改善頭痕 護髮 甚至令頭皮的血液循環 會好很多 用完之後頭髮會很柔軟 很柔軟 這個可以一個星期用一次 這個可以一個星期 擋護白素用 也可以